又傳出有人對疫情隱匿蓋牌了 臉書靠北護理師點名台大醫院蓋牌 案指台大在住院區急診室都有人確診 那昨天又傳出有外籍看護確診 匡列多人隔離採檢 但是卻沒有公布 稍早指揮中心也證實了 確實有這件事情 但強調所有的案件都會上報衛生局 以局管署的系統 絕對沒有隱匿蓋牌 好 臺大的7C是他們的這個急診後送的 這個綜合病房 那其實從這個最早是5月25號這個時候 就因為這個採檢的關係 有驗出一位護理師跟7位病患有確診 那後續都依照相關的規定來進行匡列 跟採檢跟隔離 所以當然這個因為病房裡頭有確診的個案 後續有可能一些接觸者還會再出現陽性的情形 那到目前為止的話工作人員部分就是有4位 護理師 有後續 連同第一個 就是總共有4位護理師以及一位的清潔的人有確診 那其他的話就是有病患陪病者或看護 也有確診 所以這個事件事實上就是說 匡列的範圍蠻大 接觸的時間 那個也需要追蹤比較久 那這個案子還會再繼續的追 下去 不過我要特別強調是說 剛剛我在回覆當中特別提到臺大跟臺北的聯誼 其實這兩個系統就是在 我們萬華開始有這個個案比較多 然後擴散到臺北其他區域跟新北的時候 他們也確實就是在第一時間要承接最多 這個個案的收治跟照顧的這個醫院 所以就是當中會有一些不同的部門出現確診的 情形並不意外 這可能是社區感染 然後導致說有出現院內確診的一個情形 那醫護人員當然也都很辛苦 需要去注意這個個人的防護下 來做這一些的照顧 那醫院其實遇到有這個 因為都會例行 裁檢 遇到這個確診的時候也都會按照相關 SOP來進行接觸匡列跟裁檢 那這個資料都會進到我們衛生體系來 所以並沒有所謂蓋牌或隱匿的一個狀況 也請大家可以放心 台中北屯家族傳播鏈在天一死 繼6月2號78歲的損農阿公染疫身亡 當時他的妻子非常不捨拒絕見他最後一面 沒想到10天之後72歲的妻子也病逝了 但由於家人都在隔離治療當中 無法送別 悲痛不已 另外家屬透露 阿嬤生前的遺願是希望火化之後 要跟先生的骨灰談 安錯在一起 剛剛過世了 12號下午台中市衛生局長公布這個壞消息 時間回退到2號78歲損農阿公染疫身亡 妻子非常不捨拒見最後一面 沒想到10天後12號下午老婦人也病逝 整個家族共21人確診 由於全家人都在隔離 無法見父母最後一面 只有嫁到苗栗的女兒能治喪 但遺體得在24小時內火化 身為家族友人的市議員出面處理後事 我們現在都隔離好出來之後 我會想辦法 一堂祝那裡我們償金 兩位爸爸媽媽放在一起 我們會來找最適合的遺願 市議員曾朝榮說 李姓老夫婦平時務農和三個兒子媳婦同住 去年才獲金婚表揚一家和樂融融 想不到全家多人染疫 另外家屬透露阿嬤的申前遺願 希望果化後和丈夫的塔位放置在一塊 兩人間諜挺身 在另外一個世界相互陪伴 記者楊靖王百英台中採訪報導 接著帶來關心苗栗 從移工染疫風暴之後 苗栗總算把家林找回來了 指揮中心今天確公佈 今天苗栗是零確診 另外還要加發5%的疫苗給苗栗縣 苗栗縣長徐耀昌雖然感謝 但是他還是說疫苗的量還是不夠啊 首先要跟大家恭喜你們辛苦了那麼久 今天是零確診 今天是零確診 但還是要呼籲大家 防疫不要輕忽 多寫手 戴口罩 非必要不要外出 此次現局的疫情 因企業移工的感染 而同時的爆發 內部員工也陸續的感染 進而臨近的工廠也相繼的傳出 全體的感染危機 因為這些大型電子公司 在臨近縣市已有廠區 為了避免感染擴散 會對國內經濟產業造成重大的影響 在這邊也要感謝今天下午正式的宣佈 中央加發了我們5%的疫苗 但是我想這個布蘭還是顯然不足 那我們還會繼續的努力 不斷的有採檢陰性轉陽性的案例發生 在宜蘭大學一名50多歲的男性宿舍管理員 因為同事確診之後被匡列居家隔離 那5月26號他二採陰性 沒想到居家隔離期滿之後返回家裡 卻因轉陽導致他的兒子和媽媽都感染了 這名男子他也三採陽確診了 專家認為這類因轉陽的案例 根本解決之道是要接種疫苗 工作人員持續進行勤銷作業 以懶石號新增兩例確診個案 其中一名80多歲的老夫人被兒子傳染確診 這起家庭群聚格外引起關注 老夫人50多歲的兒子曾和宜蘭大學確診 男宿管理員接觸被匡列居家隔離一採陰性 5月24號腸胃不適急診 25號出現發燒呼吸道症狀二採陰 疑似診斷室便逃現發炎 沒想到26號解除隔離返家後 竟然應轉陽 男子返家後十幾歲的兒子開始出現咳嗽流鼻水 嗅覺異常在十號確診 父親再次被匡列採檢三採陽十一號確診 而家中80多歲的老母親也在十號確診 一家四口就有三人染疫 居家隔離期滿竟然應轉陽 專家認為根本解決之道還是接種疫苗 這就是我們用土方法去做隔離的時候 而沒有對這些病例進行干預所造成的結果 應該是給這些病例接種疫苗 確定病例接種了 其實基本上來講 這些人都不會產生互相傳染的一個現象 祖酸三代足跡 除了男童在6月1號傍晚到過理髮店 三人在1號到8號之間 都曾到過同一間便利商店 疫苗是真正解放無奈國內疫苗短缺 如果再不解決疫苗問題 恐怕這種因轉陽的個案還是會一再發生 記者林醫生蔡雨傘宜蘭採訪報導